發生過 我補習班裡頭有個數學老師 不是我啦 我講我好了啦 就她是我好了 然後那女學生在日記裡頭寫說 李太太日記 就是不自我 她已經設定她自己是李太太了 對 她就說李太太 她說今天那個 靜感跟我老公這麼親熱 你看我下次拿什麼東西剖她 結果後來就是她的媽媽 在整理房間的時候 我發現這女孩子已經寫了四個月 這個李太太日記 對 結果就打電話到補習班來給我 就說老師可不可以麻煩你 跟那個數學老師講 離我女兒遠一點 如果這個狀況不改善的話 我會退班 那我就有找那個數學老師 我有跟她講 就自己下 所以那數學老師說 我沒有辦法阻止學生來問我問題 跟我講話啊 因為這公共場合 結果後來越來越明顯 那個女孩就是說 誰敢擋我我就殺誰 對 結果她媽媽真的把她退班 然後把她送到宜蘭去了 其實她看久還蠻像梁家輝的 你們覺得 到底有沒有 小燕子在 你有沒有 我覺得她很有港星的味道 我私底下教妳英文好了 不用私底下 妳是說要情色的嗎 妳如果是健康的話 大腿在這裡教 可以 對啊 我覺得李立威 應該會有很多學生喜歡 一定會的 她臉那麼崩 什麼叫臉那麼崩 這感覺 狀態就很好啊 妳看副一 很好啊 太誠心了 那如果是瘋狂的愛的話 劉靜應該 妳應該遇過吧 學生就是愛妳 學生的話 女生 男生都有 就還滿激烈的 難處理的狀況嘛 還好 其實國中生都還滿理智的 他們都是 只是很 靦腆的送一些小東西還是 有寫一些比較感人的文字 對 但是就只能放在心裡啊 妳會穿今天這樣去學校嗎 會 會 所以尺度會更大嗎 我覺得超好的 我覺得就是以不露 然後有自己的行為原則 不可以露 不露 對 可是妳在上課 就是轉身寫黑板 再轉回來的時候 那個耳環會一直揉到自己的臉 不會啦 不會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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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S這樣也可以嗎 她的服裝去補習班 太平淡了 真的假的 本補習班 不歡迎這麼平淡的老師 可是我這裙子很短耶 我這是短裙耶 這樣子 身材還不錯啦 但是穿著都OK 我覺得小S很好吃 妳真的 好像年輕的老師比較笨笨耶 真的 我不知道這個風氣 我覺得小S去應該就是會很受歡迎 因為她臉超小的 然後又真的皮膚很好 補習班有在講究臉超小這件事 就是女生會羨慕啊 可是如果教學非常插蛋 臉很小呢 那應該 沒辦法 妳說教學很爛 然後臉真的很小 好 上面五位老師的答案借我看一下 好不好 我看你們對於不教人生新聞的態度 好 董哲寫是飲食男女人之大禹 所以是理解對不對 就是這場的事情啊 能有感情嗎 你覺得越惹越多事 也是覺得她應該是 就忙很大的 可是這個事情發生了 有沒有讓你們想說 趕快把外面的感情都斷乾淨 我只是覺得說 妳好會問問題喔 妳根本就是假設 他們全部都在外面亂打 我當下是覺得說 奇怪 這個怎麼會被拍到 然後我的朋友說 其實汽車前面擋風玻璃 是可以有阻隔效果的 從此以後 我的車都是開始裝這阻隔效果 借眼影圈用效 因為眼影圈也需要前面的擋 劉靜說還好 對啊 我覺得這很個人行為耶 是 對啊 她只要不在補習班 應該就都沒有問題才對 妳也是有跟男女角談戀愛過嗎 沒有 我不認識 那妳的新聞是什麼 就是 講一些補習班的事情 簡單的這樣子 介紹補習班界的美女們 類似這樣子 會把妳挖出來 對 然後看我 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可是接下來 他們也會挖妳的感情生活對不對 沒有耶 還好 可是妳的感情生活 是正常狀態嗎 正常 就是沒有跟什麼 已婚的男老師戀愛吧 沒有… 因為如果有的話 將來新聞出來 這一段我們的談話 就會被拿出來一直播 就完蛋了 現在有的話 就趕快跟我們分析 對啊 沒有… 陳毅師我真的也是有聽過 很有名的老師耶 是啊 謝謝 所以陳老師 妳現在還在巔峰狀態嗎 就是妳的 還那麼忙嗎 我們其實國中比較不像前輩們 那麼的辛苦 我們國中那是一到五晚上 比較辛苦的就是六個日 都是一條龍 就是早到晚 對 所以妳的感情狀況還正常吧 已婚育有一子一女 然後外面的感情斷了嗎 目前為止是沒有 對 沒有斷 要講得到一點 好 年輕華寫自然就是 這種事就是會發生的 不是 我覺得 就讓他自然去發展吧 OK 因為我跟他們是在同一棟大樓 而且跟那兩個老師都很熟 請問在你們最忙的時候 一天講課會超過八小時的舉手嗎 就要連續的講話嗎 對 所以張老師那樣是 最常是一天幾小時 我最常是一個星期94小時 早上四節 你覺得算不錯 你覺得算不錯 出一期啊 什麼事出一期啊 每一天是幾小時 你說了可能白一點嗎 中圈子啊 早上四節 下午四節 晚上四節 一天是12節 七天是84節 所以一天是幾小時 12小時 因為我常常早上7點半上期 黃昏還要加一個課 那聲音受得了嗎 所以我現在嗓子不好 我以前可以唱樂琴 我以前可以唱樂琴 現在沒辦法 可是我比較想要自己現在唱耶 因為 所以破音 我就是要聽破音啊 老師可以唱一下嗎 不要 再唱一首 再唱一首 似相親 來 來 這聲音 不要嗎 不用哭吧 這就是你知道人的一生 你知道為工作付出的 你很煩耶 他就說不能唱歌 你又要聽 趕快去碰你老師好不好 他好辛苦 可是也可以賺到 立刻賺到很多錢 其實在座所有補習班老師 我們所謂賺很多錢是勞力錢 因為你一個小時上多少時間 像兩位一個小時主持節目多少 就是多少 他一小時七十八萬 所以我直接怎麼一下都跳到七十八 你兩個好有默契喔 一千二 尾牙主持場520 我是徐薇 不知道我什麼事 所以我們都是勞力啦 都是勞力 復義老師這樣不會變成腸胃啊什麼 腰椎也不好 所以補習班老師的工作 其實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其實我們都是算一以常人 所以老師你可以向我們解釋 隨便一個數學定理嗎 就因為我們兩個數學都不好 比我講一個 這個比較專業一點 譬如我們討圓 這個叫討圓 討圓 其實有一個長度叫正交旋 正交旋 就是這個一個長度 老師我想要上廁所了 所以這個 可以上廁所 那你會更難的 說什麼正交旋就要上廁所 這已經讓我頭髮覺得很難 他才講第一個字而已 老師你要用上課的語氣你要高昂 就是有一個公式 就是這個公式是 分母是一個A 分子是個2B平方 那A分子2B平方很難記 對 這公式很重要 那就要畫面一個課 那椭圓像看得像 像一個鴨蛋一樣 那我想一個 賣鴨蛋的笔叫A2B 那A2B就寄來這個A的音 這個是2台語 它這個笔 叫A2B就寄下來這樣子 A2B就是A2B 對 你寄下來了嗎 口訣 口訣 就是說 純粹是口訣的話 你這樣寄下來 針對這個誰寄下 要用在哪 用在寄公式 所以你說人生真的用得到這個公式 是時候用得到 你一定以為你是英文老師 你不可能知道A2B這個事情 有 我好幾年前有聽過 副一老師有上這個 然後我印象滿深的 你懂 因為那個時候離學校還沒有那麼遠 然後就會覺得 原來有一個老師發明了一個這樣的口訣 你就會覺得 那我那個時候看那麼多參考書幹什麼 可是橢圓的鎮交權是要幹嘛 就來算面積啊 然後 是一個名稱 一個你必須要懂的一個 數學的一個 一個 我是不是要懂 對